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很常會發生說 好今天我參加了一個講座 無論是我是講的人 或者是我是參加的人 結束之後好像過了兩天 就忘了那天發生什麼事 我對自己的表演很有自信 我就是這個熱情 堅持 哪怕這 我舉那個例子最好玩的 比如說你們四個人在演出戲 後面要路人甲 路人甲只是從那個步步走到這個步步 我相信百分之99.9的人 應該說路人甲 找別人演吧 我一眼走過去這時候好好演 對不對 我就喜歡演路人甲 我怎麼演路人甲 我從那邊出來可能掰咖 從這邊出來可能撅屁股 從那邊出來我就換另外一個姿勢 從這邊出來又是趴在地上 演到導演喊咖 咖咖咖咖咖 前面的主戲在演 你後面的路人甲 在搶什麼戲啊 然後再搶戲 我只是做好我路人甲 我有尊重我的工作 可是我那時候被導演罵 罵得很開心 你終於注意到我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講座內容 通常都內容嚴肅 就是啊 對 嚴肅就很 嚴肅你們會怎麼樣幽默以對 廠商講笑話嗎 就可能一開始有嘗試過 可能一開始先反問一些問題 問觀眾 那舉例來說 我們這個主題內容可能 很單調 無趣 可能跟薪酬啊 績小 就是公司內部的一些制度有相關 嘿嘿 憲哥就來了 我讓大家有獎猜謎 猜猜我幾公斤 猜對了我就送獎品 那可能大家也沒有興趣 不管嘛 就必須製造活潑的個性 其實喜劇有兩種表演方式 你們自己回去可以訓練 這都在日常生活都可以訓練 就是一種叫做後面推翻前面 另外一種叫做結果出乎意料 有沒有 比如說憲哥常常主持不是說 你說我覺得他很好 請問你的錯覺是從哪裡開始的 這就是一個後面推翻前面 人家前面講的頭頭是道 後面結果出乎意料 這樣就有喜劇 所以說你那個嚴肅的話題問出去 看你怎麼去把它做一個收尾